你想要在你的ROBLUS遊戲中製作等級金錢背包系統嗎? 這類系統的最大問題就在保存玩家資料 保存玩家資料是每一個新手Scrivitor 在製作遊戲的時候都會遇到的最大難關 不用擔心 因為我來了 克拉克今天這部影片將要帶大家使用DataStore 2 來幫助你保存玩家的資料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US遊戲卻苦於英文能力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 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ROBLUS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 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熱愛ROBLUS的朋友知道吧 那麼 什麼是DataStore 2呢? DataStore 2是這位開發者使用了官方提供的DataStore Service 所編寫的一套Majo模組 你有看過ROBLUS官方提供的保存玩家資料的API教學嗎? 這頁面我光是用看的就非常頭痛 更不要說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維護玩家資料的小細節 如果你不是一個專業的scriptor 你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去理解 去熟悉裡面的一切 而DataStore 2這套模組 是一個非常方便 而且高效率的專門保存玩家資料的模組 讓我們先來看DataStore 2的相關文章 那畫面上這個網站呢 是DataStore 2的作者發佈在開發者論壇上的文章 在你看完今天這部影片 並且實際體驗過DataStore 2的好之後 請確保你一定要到這篇文章 給作者按一個喜歡 我會將這影片中提到的網址和連結 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和字頂留言中 那這邊文章呢 我就不多加翻譯了 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因為DataStore 2是一個模組 不是Robot官方內建的 所以我們要先來安裝DataStore 2 我們在論壇文章或影片下方的連結 打開DataStore 2的文檔連結 這裡有所有關於DataStore 2的說明 基本上就是專屬於DataStore 2的API啦 這網站有介紹你DataStore 2 它的一些基礎的安裝方式 基礎的使用方式 還有一些更進階的設定 今天這部影片我會使用文檔中的 這篇模擬器的基礎範例 來告訴你使用DataStore 2的最基礎 如果你想要學會更多保存玩家資料的知識 請確保你一定要來逛這篇文檔 我相信大家在看過我那麼多影片之後 已經知道了讀API是有多麼重要的吧 那麼我們先點到文檔中的Installation 找到方法依Mason1這個Github的連結 打開這個連結之後 我們找到底下的DataStore 2.rbxm的檔案 點擊下載它 下載之後我們打開 我們在Roblox Studio 我們在Server Script Service這裡按右鍵 點擊Insert from File 插入檔案 到你下載的位置選擇DataStore 2的檔案 確認開啟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Server Script Service底下 多了一個DataStore 2的Marjo Script了 再來呢我們要先為這個範例做一些準備動作 首先我們在Walker Space裡面新增一個PAR 我們將這個PAR呢取名為Point Spot 接著我們在這個PAR裡面呢 新增一個Clicker Detector 接著我們放一個Script到Server Script裡面 最後我們要點擊上方的Gamesettings 將這個遊戲給Publish發布到Roblox上面 發布成功之後我們再次點擊Gamesettings 我們到左邊的Security選項 把第二個選項給開起來 這個選項呢是給某一些Roblox的Service 能夠在Studio裡面做使用的 例如我們今天要使用的DataStore 就需要把這個選項給打開來 OK那這樣子我們的前置動作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讓克拉克來跟你解釋一些資料庫的運作原理 我在以前的影片中有告訴過你 當你加入了一個Roblox遊戲 你使用的裝置是客戶端 Roblox這邊呢會產生一個伺服器端 到這邊呢都還沒有資料庫什麼事情 不過當你的遊戲中有了等級金錢背包系統 需要保存玩家資料的時候 就多了一個資料庫的角色 玩家的資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還記得我們的重點嗎 重要的東西要在伺服器端做 玩家的資料不是那種可以隨便被更改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資料庫呢不可能和客戶端在一起 他要和伺服器端在一起 我這裡指的在一起可不是說他們是同一台機器 基本上伺服器端和資料庫呢 會是兩台完全不同的機器 專業也要分工 伺服器端就好好的讓玩家能順利玩遊戲 資料庫呢要好好負責玩家們的重要資料 所以當我們的客戶端需要資料 例如在玩家的UI上面顯示 玩家目前等級和金錢 一定是由伺服器端去和他的好麻吉 資料庫要這個客戶端的資料 伺服器端拿到資料之後 再將他傳遞給客戶端 基本上不只是Roblust 任何你玩的遊戲需要連上網路 並且有保存玩家資料功能的遊戲或網站呢 都是像這樣子的結構 我們的腳本類型script 是一個只在伺服器端執行命令的好士兵 我們在script裡面執行有關datastore的功能的時候 伺服器端會按照你需要的功能 去和資料庫協商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創建資料 取得資料 更新資料和刪除資料 在資料庫這個領域 我們有一個關鍵字 CRUD 就是在講這四個常見功能的 有興趣往資料庫這個方向 發展的觀眾呢 可以去稍微Google一下 而在伺服器端和資料庫協商的過程中 是需要網路的 這也就是說如果Roblust的馬鈴薯 你不小心發芽和資料庫斷線了 你正在執行的CRUD就有可能失敗 但很可惜 在這裡我們除了祈禱Roblust經常更換馬鈴薯以外 我們沒有任何方式能夠保護玩家的資料 不過就讓我們假設Roblust的馬鈴薯不會發芽 就和我們剛才提到的一樣 伺服器端和資料庫在進行CRUD的時候 都是需要網路的 不過這個網路呢 死好死壞 但是 就是這個但是 很多人沒有考慮到網路的問題 每當我們的伺服器端和資料庫要資料 也就是GateAsync 它會優點一直等到資料庫終於找到對應的資料 並且Return回傳給你 而等待的這段時間呢忽快忽慢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知道到底要等多久 才有辦法拿到或更新我們要的資料 而你在遊戲中如果非常頻繁的做CRUD 例如一個點擊模擬器的遊戲 每當玩家點一次滑鼠 你就updateAsync一次到資料庫 這樣的行為就會造成大量的等待 可能會讓你的遊戲非常的LAG 那麼有沒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當然有 那就是使用快取Catch的 有些人呢也叫它緩存 基本上快取的功用就是 先把一些我們經常用到的東西 保存在某一個地方 等到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去快取裡面找 在今天影片中要介紹的DataStore2 就是使用了這個方式 在使用DataStore2的時候 它會先幫你從Robot的資料庫 索取玩家們在這個遊戲中需要用到的資料 並且使用一個Table保存這些資料 在伺服器段裡面 每當你需要使用到其中一筆資料 它不會跟資料庫索取 而是它會給你剛剛在伺服器端 已經取得的這一筆資料 如果你對這筆資料進行了修改 它也是先修改伺服器端的資料 而不會直接去更新到資料庫 那聰明的你肯定發現了 如果我們的玩家資料只有保存在伺服器端 等到伺服器端關閉 玩家們這次遊戲的進度 不就都消失了嗎 沒問題 我們的DataStore2呢 會在當有玩家離開伺服器端的時候 自動的幫我們把玩家這次遊戲進度的資料 更新到資料庫 這樣子的使用方式呢 遠遠比一直跟Robot的資料庫溝通 還要更加的有效率 我們打開剛才新增的Script 不知道你看過我們上禮拜的這部影片了沒 現在我要使用右上角的 LeaderStats排行榜 來顯示玩家取得的點數 那麼這一些呢 就是建立一個排行榜 你所需要的程式嘛 如果你完全看不懂 那就請你先把右上角資訊卡的這部影片給看完吧 再來我們就是要正式使用DataStore2啦 還記得我們的DataStore2 它是一個Module Script的嗎 現在我們使用Require 定義一個DataStore2的變數出來 來取得我們的DataStore2 使用DataStore2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使用DataStore2.Combine 在左右關火裡面呢 輸入大寫的Data 這一行呢 非常非常重要 你絕對不能少了這一行 我們要在這一行的Data後面 輸入豆點 接著打上你在這個遊戲中 會使用到玩家的哪一些資料的名稱 例如Level、Coins、Backpack等等 不過我們在今天的範例中 我們只會使用到Points 我們DataStore2.Combine 這一行的主要目的是 把你需要用到的資料 組合成一個KeyValue的字典的Table 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Combine的作用 你可以觀看DataStore2文檔的Gadgets這個頁面 再來我們就要從DataStore2取出對應玩家的資料 我們在PlayerEdit的Event裡面呢 輸入Local、PointsStore等於DataStore2 在左右關火裡面 輸入我們要找到的這筆資料叫做什麼名稱 豆點之後呢 輸入這一個是誰的資料 也就是一個Player的Object 這行呢就是使用DataStore2 創建一個DataStore的Object 想必你現在肯定又充滿問號了吧 我們不是正在使用DataStore2嗎 怎麼突然就又多了一個DataStore呢 這問題非常簡單 讓我們看到DataStore2的API頁面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呢有DataStore2 還有DataStore 其實我們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你只需要把DataStore2想像成 它是一個製造計算機的機器 DataStore是被製造出來的計算機 DataStore2這台機器的作用是製造計算機 它本身並沒有提供計算機的功能 我們的DataStore它身為計算機 它本身呢就有DataStore2這台機器沒有的功能 DataStore2它的工作呢是創建一個DataStore的Object 所以說它會有著屬性、韓式和事件 這個DataStore的Object呢才有CRUD的功能 例如SET、GET、INCREMENT 還有其他不同的功能 詳細的還請各位去讀API吧 那接著你可能會想問了 玩家如果第一次進我的遊戲 他根本沒有任何資料啊 沒問題我們現在就預設一個資料給玩家 我們在Points.Value這一行呢 將這個0改成Points Store 別忘了我們的Points.Store 它現在是一個DataStore的Object 那麼它有一個韓式 GET 它可以幫助我們取得 這個DataStore裡面儲存的值 也就是玩家真正的資料 就會Return回傳玩家之前儲存過的那一筆資料 再來我們的DataStore有一個非常好用的韓式 onUpdate 它的用法呢非常的像Event 但是你不需要用Connect 我們在輸入Points.Store 接著我們在這個方選裡面呢 寫Points.Value等於NewPoints 也就是每當我們的這一筆 Points的DataStore裡面的值發生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讓玩家右上角排行榜上的Points 上面寫的值呢 也變成NewPoints 改變過後的值 最後我們要設定當玩家 點擊我們WalkerSpace上面的這個Points part的時候 就能夠取得Points的事件 我們在ClickerDetector的MouseClicker 這個Event裡面輸入LocalPointStore等於DataStore2 Points.Player 我們再一次的創建玩家的這一筆Points 這筆資料的DataStore的這個Object 好讓我們能夠進行CRUD 還有其他的動作 這次強調我們的PointStore 是一個DataStore的Object 而我們的DataStore 有一個韓式Increment 它可以為我們添加一個數字Number進去 在這裡呢我們就輸入1 現在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現在當我們玩家呢 去點擊這個Points part 的話我們右上角排行榜的Points 應該要新增一點進去 而新奇的你先別急著在影片下方留言說 克拉克玩家的資料還是沒有被儲存起來啊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Robot Studio裡面 在這樣情況下 我們還在Robot Studio的時候都還是在開發階段 還在開發階段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太想讓玩家資料在一個可以被保存的狀態 現在我們點擊左上角的File 我們按Publish to Robots 在Publish完之後呢 如果你現在從Robots的網站上打開這個遊戲 當你取得分數之後我們關掉遊戲 然後我們再重新加入遊戲 玩家的資料呢其實就有正常保存啦 不過如果你還是想在Robot Studio 就測試保存玩家資料的話 你現在呢要在Server Storage裡面 新增一個Bull-Value的Object 我們將這個Bull-Value的Object呢 改名為Safe in Studio 再來呢我們在Properties屬性視窗裡面 將這個Value給打勾 我們按下Play進度測試 現在當我取得分數之後 我關閉遊戲再次加入遊戲 這樣我們玩家的分數呢就成功的被保存啦 那現在呢我們來複習一下整個城市的流程 首先我們要先定義這些變數 分別有我們會使用到的Service 還有我們的DataStore2的Module Script 再來我們要使用DataStore2.Combine 來將我們整個遊戲中會使用到的 哪一些資料的名稱集合成一個字典的Table 接著我們使用Players這個Service底下的PlayerEdit的Event事件 讓玩家在加入遊戲的時候 可以創建右上角的排行榜 並且我們從這一行Local PointStore等於DataStore2 創建一個名稱叫做PointStore的DataStore 讓我們可以對玩家的這一筆Points的這一筆資料呢 進行CRUD或其他的功能 我們在Points.Value等於PointStore 冒號Gate 左右瓜糊0這行 使用Gate函式來取得玩家先前的資料 我們可以在Gate這個函式裡面輸入一個值 為那些第一次進到這個遊戲的玩家呢 預設一個值進去 最後我們使用Unupdate 它的用法就像是一個Event事件 每當玩家的Points這一筆資料呢發生了改變 您在Unupdate裡面設定的這一個 function呢 就會被觸發 我們的Unupdate觸發的時候呢 會取得一個改變過後的值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 function裡面得到一個 New Points 接著我們把玩家排行榜上面的值 改變成New Points 最後我們要設定當玩家點擊Walkerspace的 這個Points的part的時候 我們就為玩家的Points 這筆資料呢進行Increment增加一點 這樣呢就是我們整個 Data Store 2的基礎用法啦 好啦拖了那麼久的保存玩家資料的影片 終於還是被我做出來了 我知道大家肯定在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還是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疑問 或是完全搞不懂的地方 不過這真的非常正常 資料庫本身就是一門很困難的學問 不僅僅只是在Roblox上面而已 就連克拉克在擁有資工背景的情況下 在學習的時候也是一個頭兩個大 更不要說是製作一個 會永遠留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了 我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時間 在整理所有的資料還有寫稿子 就看在克拉克花了那麼多時間的份上 如果你還沒有幫這部影片按讚的話 希望你現在馬上幫助別人按讚 這能夠很大程度的幫助這個頻道的成長 我在這部影片中交給各位的Data Store 2 還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 如果我們要製作一個商店等級背包系統 那麼要處理的是更多更複雜的東西 如果你想看到這類功能的影片 就趕快訂閱這個頻道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未來一系列的實作影片啦 趕快分享給你想做Roblox遊戲的朋友們吧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克拉克的Discord伺服器詢問喔 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